有玩过前作《旷野之息》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当你在驿站喂食四个食物给狗狗时 它就会带你去找宝箱 今天就来为石海拉鲁全部驿站的狗狗 看它们会带我们找到哪些宝物 出发 第一站我们先来到新玛丽塔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20卢比 第二站我们来到塔邦踏大桥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50卢比 第三站我们来到雪原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50卢比 第四站我们来到湿地驿站 找了老半天 这个驿站竟然没有狗狗 如果有朋友知道狗狗在哪里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谢谢你 第五站我们来到河畔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50卢比 第六站我们来到山路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王族之功 第七站我们来到南阿卡莱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桶装炸弹枪 第八站我们来到东阿卡莱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王族盾 第九站我们来到平原外围的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大回旋标 第十站我们来到格鲁德峡谷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五个巨大光亮花的种子 第十一站我们来到双子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戒心长刀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湖畔驿站 宝箱开启后我们获得王族双手剑 以上就是所有驿站狗狗宝箱开启后可获得的宝物 大家觉得值不值得来开宝箱呢 对了一史村也有狗狗 我们来为看看会获的什么 五十卢比 挖操